嗯 哈囉歡迎大家來到兔妮郎的頻道 我是兔兔 今天我們來介紹花蓮的私房景點 這些景點呢有一些是很漂亮 然後有一些很浪漫 然後有一些 有一點點奇怪 特別 希望就是如果知道的人也可以幫我們解答的 重點就是這些景點啊 都沒有什麼人 大家知道我們真的超級不喜歡人間 我們喜歡去那種空曠的地方 然後只有我們然後還有狗 然後可以享受一下自己的小空間 對 所以是說如果說你們跟著我們的行程走的話 你也可以感受到這一份靈境 跟那種小秘密的那種 那種感覺 對然後呢 不得不說這時候呢 還是要來感謝一下乾媽的贊助 謝謝乾媽 Ana Luisa 好不好 我們每次出來玩都一定會帶他們的視頻 是的 然後現在他們母親節的優惠是 第二件視頻六折 然後影片下方資訊欄會有Ana Luisa的網站 然後可以讓大家去點開去選購 然後大家記得要去看喔 好 大家看我這次挑了這一個愛心的 我之前是挑了一個就是比較平面 這次挑一個立體的 所以我後來就發現原來我超級適合愛心的東西 然後耳環的話就是一直以來我真的是很喜歡他們家的環狀型的耳環 所以只要每次他們有出環狀的話 我通通就會把它拿下 我啊一直都很喜歡他們的耳環 這種很有節感的 那種搭配就是不管你是一般的休閒穿著 還是比較正式的場合去配戴這個耳環 我覺得都非常的合適 是不是 是不是看起來還有氣質 Ana Luisa的耳環其實很多 你們會發現如果看它的網站的話 它其實很多都是金色的 然後我覺得其實金色非常非常的有氣質 然後也非常非常百搭 然後可以抽到出不一樣風格的感受 那大家的話可以去網路上看看挑選自己最喜歡的耳環 這個地方要跟大家介紹一下這裡是我的母校東華大學 東華大學學弟妹們 你們難道都沒有發現後門停車場邊邊有一個特別的入口嗎 後門在那裡 後門彎進來之後這裡是後門的停車場 再過來一點 你們都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入口嗎 就在這裡 不瞞大家說其實我有一次曾經就是有進去過 裡面是真的有一個房子 沒有很多人只有另一個人跟我一起進去 然後後來我出來我就覺得很害怕 那天還是一個大太陽天 然後你進去那個隧道的時候 就是我稱之為隧道 因為它裡面就是不透光 整個是不透光 如果東華大學學弟妹們 你們有興趣的話 或許可以來告訴我 你們就是探險的結果是什麼 這個地方是我們認為就是 超迷密 超獵奇的點好不好 有人知道拜託講一下 因為他很膽小 他不可能會拉著我進去 我不敢再進去 他不敢進去 如果今天有無人機進去 我覺得還OK 他也不讓我進去 他害怕我怎麼樣 你要進去嗎 不是因為你不怕我裡面怎麼樣 你也不知道你該不該進去救我 所以你是說你不讓我進去啊 所以你自己又不敢進去 所以我才就是 如果有人知道裡面是什麼話 拜託讓我知道 我很想知道 好 這就是我們這個景點 是東華大學後門的景點 來下一個景點 我跟他說什麼 我跟他說就是你看完這個景點 東華大學很大 你還是可以去其他地方 對 你可以去其他地方 對 好啦 那我們去下一個景點 我們現在到的是這個 向日廣場 這裡其實現在有點荒廢了齁 這以前就已經荒廢了 然後可是他那個房子就是彩色的這樣很漂亮 真的很像這種乖的感覺 我必須要說現在天氣真的很差 因為我老婆說齁 這個地方呢 你看天氣有多差 對啊 就是因為天氣不太好 所以這裡看起來比較荒涼 你看那裡還比較漂亮好不好 好好好 你看有陽光 有陽光是不是看起來不一樣了 對啊 有陽光 沒有陽光 有沒有 反正這就是一個廣場 然後很漂亮 對 然後我老婆特別介紹那隻大金魚 對 然後這裡有一些賞金的船嗎 對 所以就是賞金為什麼這裡出發 OK 然後因為這裡野狗很多 所以我們就沒打完學下來 我覺得這裡就是來拍拍照還不錯 然後這裡就是人黑的照 然後有陽光的時候一定很漂亮 I promise you OK 好 是因為現在真的就是還好 但我其實 因為現在是清晨 我跟狼是覺得這裡還是有 路類的浪漫 海風 對對對 有那種海風 然後 氣溫合一 對 然後只有兩個人的那種曖昧的氛圍 對 你不覺得很有曖昧風 有啊 這算是超曖昧的好不好 對 然後就是很舒服這樣 推薦大家清晨可以來 嗯 好誇張 我跟大家說我們這次 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炸彈蔥油餅 大家知道花蓮就是有兩家非常非常有名 一個是什麼黃車藍車 然後一天到晚大家都在吵說 到底黃車好吃呢還是藍車好吃呢 對 告訴你們你們錯了 來 明里路這家 來 明里路這家 林際蔥油餅好不好 我昨天帶人來 他整個讚不絕口欸 我們昨天是點有蛋的 今天就來點一個沒有蛋的 我跟你說 這炸彈餅真的很香 而且不油膩 沒有什麼油耗味 很好吃 我忍了一天中就讓我吃到了 真的很好吃 嗯 你知道我這種吃過那個藍色跟黃色之後 然後我就覺得 就 就炸彈送餅啊 吃你越是有一間我從小吃到大 我昨天吃到一個 驚為天人 超後悔沒有再多買幾個 但我老婆不讓我買 他說 我要把我對食物的感動留到今天 嗯 然後我發現感動就是 我根本不想講話我只想吃 跟大家介紹 我要吃有蛋的 有蛋的有加辣 我跟大家說 剛剛呢沒有蛋的是沒有辣的 我就沒有特別喜歡 是因為 它辣椒非常好吃 它是生辣椒 就是會有 辣椒的辣 然後辣椒的香 它有種很鮮美的感覺 但不會讓你覺得很死鮮 我覺得好吃的辣椒真的是讓食物 加分加到一個爆炸 尤其你吃辣的話 一定要 一定要加辣 然後因為它跟一般蘸彈蔥的 雙龍餅比不太一樣 很多蘸彈蔥餅比是蛋下去之後 皮就 翻面蓋下去 這樣蛋會黏在皮上 它是分開炸 所以它的那個 皮就是會比較均勻 均勻的 炸 我昨天吃這個乾蔥的感覺是什麼 嗯 我就覺得 喔天啊好辣喔 然後但是又辣又爽 就是那種感覺 它就是不會太深 但是也不會就是完全熟的這種感覺 你看 就爆了 噢 趕快把它吃掉 嗯 趕快把它吃掉 趕快把它喝掉 趕快把它喝掉 你看啊它蛋黃流出來了 這就是我覺得吃得很緊張的地方 嗯你看 全副武裝 好像奶黃包喔 奶蛋 小心吃喔 對 吃起來非常可愛 嗯 給他小朋友 好吃嗎 嗯 分享給大家喔 我覺得 這次的東西比較好吃 哇喔天色已經有點亮了 我們今天要去看的路段是在遠雄 不是去遠雄飯店的那條路 但是是旁邊的一個路 比較沒有那麼陡的那一條路 然後從這邊上去的 一個小小的路段 就是我們要 看一次的路段 我們有找了一下 那個 日出的時間應該是五點半吧 對 現在時間 十六分喔 好 那等一下上去看看 看看亮亮的 然後我們現在 我們剛剛 就是開過來的路上 反正就是一直在觀天象 你想說 這個雲層可以嗎 這個雲層可以嗎 好啦不管就上去看就知道了 走囉 來 關鍵的入口 等一下就可以到了 我們要從 旁邊這個小小的插入口 上山 這是一個會有一點點 小山地的地形 就是這裡 上山 沒錯 其實我自己是覺得這段路段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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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的 然後左邊就是海 右轉對不對 然後只有一個小勁 對對對 有沒有旁邊那邊就是海 就是這樣子 王遠雄 在犯戀的路上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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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開 我還是呼籲大家可以 就是 帶朋友來 就是不要自己 上山 滿危險的喔 小浪 到了 對啊 然後我也查了一下 日出時間是五點三十二分 現在是五點二十七分 其實說在五分鐘之後 躺著出來囉 對啊 你看到天空其實已經變白了 對啊 然後我也查了一下 日出時間是五點三十二分 現在是五點二十七分 其實說在五分鐘之後躺著出來囉 路上往下看的 空氣好好喔 你知道現在就是多麼的 新鮮 它要出來啦 你們看到嗎 它會有一種 它會有一種 放射出來的感覺 它會有那種 就是會這樣 你們看到它就是 瞬間就探出頭來 它突然說 你看它就會 立刻這樣 撥撥撥撥撥 它在台灣撥出來了 我覺得很浪漫 好美喔 哇 那個拍得這麼美啊 哎呀 為什麼 哦 攝影師呢 妹妹 哦 好美的攝影師喔 這個濾鏡開成這樣子 嗯 這個海是不是很漂亮 這個海就是有一個 太陽的光影啊 我覺得這個地方最厲害的是 因為它是 由上往下看日出 然後又距離還很近 連海的聲音都聽得到 你整個頭髮都超亮的 那我剛才看那邊 那邊是有一個太陽的影子 對 然後有一隻不知道自己來幹嘛的狗 因為它太矮了 看不到 但它還是很開心跟我們一起出來 這裡好美喔 想要說這裡也很適合看日出 我們從一個 剛下來之後 彎到旁邊這裡來 然後這裡有 這裡有個小鏡 我也超喜歡 我們可以去探險看看 這路很浪漫對不對 這路真的超浪漫的 小小的 這是鵝魚小狼的探險 好浪漫嗎 這早晨探險 還有一隻狗 對 然後一直在那邊 他們搞不清楚自己為什麼出來 對 你看這裡 這裡真的很漂亮 喔 我知道 我知道 就是有一種 真的很 國外Style的感覺 對 沒錯 因為就是這種小山丘 然後又配上那種這樣子的海 沒有葉子的樹 然後它在旁邊有海 對對對 我要跟你介紹 是 你現在所看到的海洋是太平洋 喔太平洋 位於台灣的東部 是 沒錯 喔海浪 我看到海浪 好浪漫喔 這裡很可以耶 這裡很可以耶 可是這邊就停 就停到草叢點這樣子 對 好我們現在跟大家推薦這個地方 蓋 蓋 我現在 沒有沒有我現在就立刻就是講 這個地方也很讚好不好 好 你們如果要看日出這裡 真的是 推 這是什麼地方 怎麼那麼chill啊 我天啊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耶 哇 真的很浪漫耶 真的很讚耶 你看今天還很溫柔 你這樣行有更溫柔 還要給我自己在看 對啊 你看今天還真的很溫柔 沒有什麼 還那種 的聲音 它一直擋你盡頭 不孝子 這裡好浪漫我要拍一張照 以上就是我們花蓮的秘密景點 全部不常識的告訴大家了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留言 分享 沒錯 然後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視頻的話 我們把Anna Luisa的連結放在影片下方資訊欄 記得要去看看喔 現在母親節擋起不用折扣碼 第二件六折 我說掰掰